不知道妳是對自己要求蠻高的嗎 工作上會啦 工作上 表演上可能會 可是 我有覺得我掌越他越不想吃苦 那妳自己認為妳的代表作是哪一部 應該是這部了吧 應該是想見妳吧 我覺得如果再早幾年 接到想見妳這個劇本 我見得可以把它 可能沒有辦法去詮釋到現在這樣子 它還是有一點難度 因為妳等於要同時準備兩個角色 再來就是邏輯跟時間序 妳要整理得很清楚 拿出120%的力氣心思在準備上 妳就覺得說妳辦OM很漂亮 然後妳辦高中生也沒有違衡的感覺 那 大家人很好 大家人很好欸 開拍前我有 我有擔心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真的 我畢竟就不是那個年紀 距離因為那個 陳韻有被同班同學排擠 這個期間 好像有一點這樣 嗯 在小學或是國中的時候 會被同學排擠跟欺負 可能小時候也比較怕神 然後 不知道怎麼跟同學 聊天或是玩在一起 我一直覺得 可能是長大就沒事了 但是長大之後 其實這些還是會有影響 像是我會 有一點不喜歡到人很多的地方 或是即便演戲這麼多年 我到現在 可能面對觀眾或是媒體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放鬆 我還是會 還是會有緊張的時候 或是覺得 偶爾會有 雀場的時候 表演有讓我學習跟改變蠻多的 我好像慢慢的跟人群相處 沒有那麼的 沒有以前那麼的排斥 或是不喜歡 我感覺好像 自己只有在演戲的時候 好像可以躲在角色的後面 在Action之後 在卡之間的 這段時間 這個空間 可以感受到自由 很奇妙 所以你可以扮醜嗎 還是說 我覺得看劇情跟角色 我是不介意 大家在戲裡面 把我的造型可能做醜 或是把我弄髒 因為我碰到的角色 我都覺得 太 目前為止都太乾淨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反差才好玩 就像之前 就是B群女人那個時候 那個角色的個性 或是她的樣子 跟我也 可能也是 差很多很不同類型的 當時也是覺得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可以 不停地接觸新的事物 是蠻好的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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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在戲裡面有 稍微有 對 你給的愛 但如果有人敢找我的話 我不會排斥啊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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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